你好,这里是张联视野 俄军狗急跳墙 在伊九姆试探使用化学武器 据来自乌克兰的消息 伊九姆的俄军由于久战无功 今天释放了化学武器 而且据现场的官兵判断可能是鹿器 这个鹿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曾经是主要的化学武器 导致数十万人受伤 失去战斗力 在1979年的中越战争中 中国军队和越南军队 双方都曾经使用氯器来攻击对方 造成大量伤亡 对此我有深刻的认识 因为我家里有一个经纪 就受了化学武器的毒害 还使用戒指器 戒指器能够导致眼镜战时的失明 另外 绿器中毒的主要症状是窒息 呕吐和意识丧失 严重的情况下是可以致命的 在两仪战争当中 伊拉克军队也曾经多次使用化学武器 而且伊拉克军队对于本国人民也使用化学武器 比如说萨达姆手下有一个焊降脚 就叫化学阿里 他擅长使用化学武器 俄罗斯储备着可能全球最大的化学武器仓库 中国呢也有大量的化学武器 但是呢国际公约规定呢 都是在战争中不能使用化学武器 因为化学武器 它那个伤害呢 是这个 有时候是非常可怕的 就是说它会造成大面积的伤害 尤其是在城市战争当中 还有呢化学武器跟分枪有关系 万一这个分枪倒过来了 那有可能就使自己受伤 以前在一战的时候 还有在越南战争的时候 都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发射的时候呢 他觉得那个分枪是朝向敌人吹的 结果呢发射完了以后呢 分枪马上就变了 就吹过来伤害自己人 但不管怎么样呢 化学武器呢都是反人道的 就说呢 它给造成的那种伤害呢 都是没有必要的 尤其呢它是对可能呢 是大量的平民也跟着受伤 目前呢 国际社会正在对这一消息呢 进行核实 一旦坐实以后呢 俄乌战争就有可能迅速升级 因为此前呢 英美已经多次的严厉的警告俄罗斯 表明他们不会容忍俄军 使用任何化学武器或者核武器 否则一定会做出强烈的反应 英国呢 在这个问题上更加坚决 英国甚至表示 只要俄罗斯使用化学武器被坐实 那么英国就有可能直接参加战斗 英军呢 拥有强大的实力 目前呢 英国的这个战略这个核潜艇呢 正在这个俄罗斯附近游异 随时可以发射这个导弹 而且呢 它的这个准确度呢 跟美军的导弹一样 可以用来摧毁俄军的核武库 滑雪武器仓库 乃至呢 对普京本人呢 实行斩首行动 事实上 如果现在把普京干掉的话 那么俄乌战争 马上就会停止 因为呢 现在普遍认为呢 这场战争是普京个人推动的 不过越来越多的消息表明 普京的确患了癌症 而且呢 他的寿命呢 很可能很短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在临死之前 他会变得如此疯狂 可能是因为有病 因为癌症呢 有时候呢 他会导致一个人的精神错乱 而普京呢 有明显的这个精神不正常 但是呢 俄罗斯的这个制度呢 跟中国的这个制度的可怕之处 就在于什么呢 统治者即使是精神不正常 或者神经错乱 那么他也照样能够统治 就像毛泽东统治中国的最后十年 实际上一直都患着老年痴呆症 所谓十年文革呢 就是一个老年痴呆症 在折腾中国 斯大林在临死之前呢 也是呢 把俄罗斯人折磨得死去活来 他的那个老年痴呆症的状况呢 可能比毛泽东更加严重 所以说呢 这个专治制度呢 往往就是到最后呢 只要产生一个这个痴呆 或者疯狂 或者愚蠢的统治者 那么呢 都能够呢 使这个国家的人民受尽苦难 甚至导致这个国家的灭亡 这种例子呢 在世界上可以说是 在人类历史上是多如牛毛 另外一个消息呢 就是香港歌手何韵诗 书记主教陈日军被逮捕 他们另外还有三个人 他们这个被逮捕的理由呢 非常荒唐说是他们的这个一个人道资源基金 名叫612基金 这个涉嫌呢 勾结外国势力 香港本来就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 它跟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都有大量的联系 而且全世界主要的国际组织在香港 都有办公室或者联络处 而且呢 你中共呢 本身呢 就是靠着这个苏联起家的 甚至共产党早期的党员都拿着卢布 而且呢 共产党的这个武装暴动也好 甚至黄埔军校也好 等等 通通都是拿的都是俄国卢布 你怎么能够好意识 动不动污蔑一个国际化的香港社会的一些这个活动家 像何韵诗这样的歌手 或者陈日军这样的主教 说他们是这个涉嫌勾结外国势力罪呢 实际上这个612基金呢 仅仅是诞生于2019年 因为当时正在反圣中运动 很多市民呢 遭到镇压 打击 有人受伤 有人被捕 所以这个组织的这个宗旨呢 就是为了帮助那些受伤的这个抗议者 或者呢 被捕的抗议者 因为他们可能被捕以后呢 导致家庭经济困难 所以呢 基金会呢 就给他们一点援助 这是一个纯粹的人道组织 他本身呢 并没有从事什么 这个 这个政治活动 而且呢 陈日军主教呢 已经高达90岁了 他是香港历史上最重要的这个 书籍主教 至于何韵诗呢 那更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权捍卫者 长期以来他为自由发声 为自由歌唱 他也一直参加游行示威 走在最强的 对于这个陈日军的被捕呢 国际社会反响强烈 尤其是美国国务院 发出了严厉的谴责 而且呢 樊底港呢 对这个事情也高度注意 因为陈日军呢 毕竟是在全球的这个天主教 这个享有一个崇高的声誉 目前呢 陈日军呢 已经被这个取保猴神 但是呢 国际社会还是难以原谅 这个香港当局的这种行为 一般认为呢 这是香港保安局长李家超 在直接践踏香港的自治权 为他以后的执政铺路 李家超呢 本来就担任保安局长 就负责镇压香港的民主运动 这一次李家超呢 是被中共提名为 唯一的候选人 而且呢 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 因为这根本就不像选举 这香港已经退回了 等格选举的状态 实际上呢 李家超就是中共任命的一个 一个领导人 而且呢 他是警察出身 他是保安出身 所以让这么一个家伙 来执掌香港的话呢 可以说香港成为臭港呢 已经是无法避免 李家超呢 甚至呢 声称了香港是个国家 由此可见 这家伙真的是有分忙